由于NBA球员乔丹克拉克森加入菲律宾队,菲律宾南篮跟中国南篮的比赛就已经被热炒,菲律宾南篮一下子就成了中国南篮的竞敌,在亚运回赛场上,中国南篮对见菲律宾南篮优势巨大, 11次交锋仅仅输过一次,那已经是44年前的事情了,乔丹克拉克森的到来,对于菲律宾队实力有一定提升,这也让中国南篮身上的压力倍增,主教练李南一直在给队员解压,对于菲律宾南篮得到了克拉克森的加入,他直言说道,周期,小丁他们都有NBA的经历,包括昂哲林也是选上了之后,没打NBA, 言下之意,乔丹克拉克森虽然是NBA级别球员,他的实力当然不可小视,但是中国南篮的球员也不是完全没有NBA经历,做好自己,才是中国南篮最需要去做到的事情, 克拉克森没有将乔丹克拉克森当回事,但是克拉克森还是在比赛中给中国南篮带来最大麻烦,全场比赛得到28分8个篮板,三分线外的多次出手命中,让中国南篮无可奈何, 赵瑞在赛后谈到这位对手也说,刚开始其实防重点人防得挺好,但中间有那么几个环节,稍微踪陷了一点,压力特别大,最后导致他克拉克森在那个点头开了,他又用他的能力带动了全队,中国南篮因上来比较紧张,球队全无状态,菲律宾南篮取得领先, 不过中国南篮很快就读回了比赛的节奏控制,周期频频命中三分球,为中国南篮稳住节奏,他还表现出了在篮下的统治能力,多次盖帽让对手无功而反,周期的强势表现成为中国南篮上班场领先的保障,中国南篮36比31领先结束半场比赛, 领南下班场比赛菲律宾南篮加强了防守,中国南篮在进攻端防寸大乱,菲律宾南篮趁机追上比分,这对于中国南篮相当不利,关键时刻丁燕宇航被吹法假摔,五次范围被吹法离场,周期之外吹法稳定得分点,中国南篮被菲律宾南篮拖进了第四节的决战,一切都变得玄幻默测,第四节比赛的交着时刻, 菲律宾南篮乱战连连得分,而中国南篮的进攻毫无章法,不过阿布都沙拉姆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,他列列得分帮助中国南篮度过了难关,夏天参加了NBA夏季联赛,阿布都沙拉姆的自信心有了进一步提升,他在进攻端展现了自己的各种手段,进攻打得异常坚决,阿布都沙拉姆如果输出其是中国南篮赢球的保障机时, 阿布都沙拉姆则是中国南篮能够杀出重来的关键先生,虽然最终微球队锁定胜局的并不是他们二人,但是中国南篮没有崩盘却很仰仗他们的表现,周琦跟王哲林这对内线组合搭档效果不够理想,当阿布都沙拉姆出场跟周琦搭档的时候,效果差好了一些, 这也给中国南篮未来的战术提供了指引,中国南篮赢得比较惊险,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一场小组赛,亚运会的比赛这也还只是开始,李楠谈到比赛对中国南篮的影响, 他说道,我觉得通过这种比赛,对他们有一个好的锻炼,从比分胶着,免线到落后,我想对我们球队这些年轻球员,提升信心是有帮助的,比赛整个过程有所起伏,中国南篮需要做出调整,亚运赛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分言无强。